每一个孩子出生时,他的父母都会给予最深切的期待,希望他如飞鸟般自由,希望他的一生健康无忧。 大家好,我是阿易,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讲述父子亲情的电影《鸢》。 阿旭和父亲的故事要从昭和六三年讲起。 那时阿旭还没有出生,父亲安南当时算是镇上的风云人物,朋友变天下在哪都吃得开。 母亲美佐子闲尽温柔,安南的朋友们常说,她能娶到美佐子是走了大运。 美佐子怀孕的那段时间,安南分外紧张,不仅家里的活抢着干,抚摸美佐子的肚子时也总是小心翼翼,就连在外打架的次数都变少了很多。 安南很期待这个即将降生的孩子,希望他未来能像鸢一样自由。 安南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,他出生后不久,母亲病逝,后来是被大伯收养带大的。 生父独自过活,对他不闻不问,安南就这样一路跌跌撞撞长大,遇到了同样失去双心的美佐子。 扫完木从山上下来的时候,美佐子的肚子突然发动。 安南在手术室外紧张到无法呼吸,甚至因为情绪过于急躁还和朋友们起了冲突。 孩子的啼哭安抚住了他的情绪,就在手术室外的朋友们欢呼着新生命的降临。 刚出生的孩子,幼小柔弱的一团,出为人妇的安南,心中的激动难以抑制。 全家福上的他笑容深刻,甚至有些傻气。 安南平日里最喜欢哼小离去的歌,他给孩子取名为阿旭,或许也有这个原因在。 为了养家,安南在车站做搬运工,这是个苦力活,好在他年轻力壮,最多的就是那一把子力气。 今天吸完祸后,安南带着妻子和儿子一起去海边玩,看着他将儿子举在头上,美琢子忍不住笑出声来。 都说三岁看老,三岁的阿旭就能盖出来一座山。 安南觉得孩子将来肯定是个艺术家,不过也不必过于期待,在父母看来,孩子健康,开心就好。 有身为家里顶梁柱的父亲,有美丽温柔的母亲,再加上一个可爱的孩子,这本该是个完美的家庭。 只是在阿旭三岁时,母亲美琢子在完美中退了场。 那是个反常的太阳与天气,美琢子想让阿旭看看父亲工作的样子,就带上孩子跟安南一起去了仓库。 阿旭想给父亲送毛巾,甩动的毛巾却挂在了箱子上,她的拉拽导致箱子从高空砸落,一瞬间淹没了她和护着她的美琢子。 雪姬从妻子的额头蜿蜒而下,美琢子抢救无效,离开了人世。 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,此时的阿旭还不明白母亲是怎么死的。 她在母亲的葬礼上跑了出去,问安南妈妈在哪里,怎么还没来。 安南回答不了她的问题,葬礼上的来客均是目光悲悯的样子,她只能承诺自己会一直在这里。 父子俩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,安南从那之后非常注意安全,不希望再有人因为意外事故受伤。 她是个大老粗,在教育孩子上很难顾及到方方面面。 阿旭不记得美琢子的样子,在美术课上,她只能照着美琢子的照片画画。 别的同学觉得阿旭狡猾,照片在拉扯中被撕裂,两个孩子打了起来。 阿旭迎了打架,但是另一个同学有妈妈来接。 委屈的阿旭将母亲的照片撕了个粉碎。 安南听完事件的始末,觉得阿旭会在争执中保护自己也不错。 只是肢体上的冲突尚可避免,心灵上的裂痕又要如何愈合。 小时候,阿旭每一次询问父亲,母亲为什么会离开时,阿南都选择了避而不谈。 他的童年缺失了母亲这一角色,好在其他的女性长辈填补上了这个空圈。 和尚和妻子都没有孩子,对阿旭这个朋友的小孩几乎视如己出。 酒馆老板娘多惠子,也对阿旭爱恋不已。 母亲的怀抱对阿旭来说,或许就是血液里温暖后背的手。 老和尚告诉阿旭,虽然他的母亲已经不在,但还是会有很多人去温暖他的人生。 这夜的雪下得很大,阿南听到老和尚对自己的叮嘱,他要让自己成为一片海。 过于浓烈的悲伤会如积雪压下,最终将人彻底埋葬。 唯有海洋才能包容一切,只是痛苦实在太浓太烈,哪怕笑出来也显得无比勉强。 子代的成长总是伴随着上一辈的离开,阿南却见了垂垂老蚁的生父最后一面, 他再次直击了死亡。 父亲的妻子说,父亲总是念着安南,如今来见一面也算了结双方的遗憾。 阿旭也终于彻底压制不住心中的疑惑,跑去询问多惠子母亲去世的真相。 多惠子避而不谈,急匆匆找到安南商讨,接下来该怎么办? 事情已经无法再瞒下去,人都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的。 违今之际,只有安南自己想把真相告诉阿旭。 不仅安南焦头烂额,多惠子自己也遇到了麻烦。 他曾与一个农夫结婚并生下一个女儿, 附加重男轻女让多惠子感觉喘不过气。 他逃了出来,却把还是婴儿的太子丢下了。 如今即将结婚的太子想要见见生母, 多惠子因为心中的愧疚选择了避而不见。 他百般纠结,太子却曲线救国找到了安南, 想见安南的路子见到母亲。 母女俩的固执同出一脉, 见面的时候在场的人都拘谨了起来。 紧张的多惠子不停地喝水, 说着不相关的话题, 好在有和尚在一旁打圆场。 说起西河酒馆的菜品都有妈妈的味道。 知道太子马上就要结婚, 多惠子专门为他做了隔离汤。 婚宴上庆贺新人时, 大多会盛上这类菜品。 十多年未见的母女, 如今最亲密的交流也只是问问汤的味道, 一切都好像在不言中。 太子流着泪小声哽咽, 多惠子也掩面离开。 酒馆的其他人为了缓和气氛唱起了歌, 门外的多惠子默默注视着女儿。 太子的事让安南感触颇深, 在澡堂里, 安南几番开口, 想要将美佐子去世的真相告诉阿旭。 可他讲不出来, 即使安南平日里再怎么粗心大意, 他也十分清楚, 如果阿旭知道了真相, 沙姆凶手的阴影就会一直盘踞在他的心上。 他是一个父亲, 他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, 不受伤害。 那一天在澡堂里, 阿旭终于知道了自己一直想知道的真相, 他的母亲为了保护父亲而死。 太子与多惠子的关系缓和了很多, 他寄了感谢信给多惠子, 随性附上了自己婚礼上拍的照片。 在多惠子眼里, 他应该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新娘。 阿旭与安南则在不知不觉中生了隔阂。 那次坦白之后, 他生了一场大病, 很快又迎来了小学毕业典礼。 上了高中之后, 他的性格变得叛逆, 还学会了欺压弱小那一套。 安南生气地教训了这个儿子一顿, 又买了蛋糕向儿子赔罪。 这个习惯自他与美佐子结婚时就有了, 不过事情并没有结束。 阿旭跟同学打架, 把对方打进了医院。 安南希望阿旭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 阿旭却再次提起了母亲。 他质问安南, 如果母亲还在, 你会做我吗? 这一刻他在这场冲突中, 占据了悲劣的上风。 母亲为了父亲而死这件事, 变成了他的武器。 悔恨喜向安南的胸腔, 他把自己打得满脸是血, 向儿子赔罪。 是他教育孩子的方式错了吗? 如果美佐子还在的话, 阿旭应该会被教养得很好吧。 这个暴躁又倔强的男人, 终于在儿子面前流露出少见的脆弱。 阿旭沉默良久, 骑上单车去向同学赔罪。 老和尚去世前, 阿旭去见了他最后一面。 童年里那双曾经温暖自己后背的手, 如今摸起来也有些冰凉。 阿旭很后悔, 之前没有来探望过这位长辈。 人不能预测未来, 或许很多年之后他转身, 背后也谁都没有。 这一刻他由衷地希望, 安南可以活到一百岁。 阿旭高中毕业时拟定了志愿, 他想去东京的早稻田大学上学。 虽说家里条件不好, 但还是有助学贷款可以救急。 孩子大了, 心中有自己的盘损, 安南却放心不下, 甚至考虑过自己也调岗去东京的营业处。 这种过度的保护理所当然被拒绝了, 幼鸟再如何柔弱也是向往天空的。 多惠子等一众朋友也劝安南节制一点。 安南其实也不知道, 自己究竟是担心阿旭不会再回来, 还是因为阿旭离开后的孤独而烦躁。 他喝了个烂醉回家, 阿旭照顾他时念叨了几句, 安南就急吃白脸开始以父亲的权威要求他道歉。 父子俩爆发了冲突, 阿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搬去了和尚家。 此代成长的过程中, 父母往往更容易对脱离掌控的孩子感到焦虑。 心烦意乱的安南这几天精神也不太好, 在工作时晕倒在了地上, 来帮忙照顾人的朋友发现他把家里搞得一团糟。 这场冲突, 最后还是阿旭先低头道歉, 但他也没有妥协。 早到天的樱花绽放, 阿旭如愿考上了理想的大学, 或许是美作子和老和尚的在天之灵保佑着他吧。 安南觉得自己似乎也该放手, 却又在阿旭离开时冷言冷语。 阿旭虽然软弱, 却也坚决, 彼此好自为之的约定就这么达成。 孩子离开之后, 安南在房间里看到一封流书, 他脾气暴躁还酗酒, 阿旭很不放心独自在家的父亲, 不仅对家里的设施做了改动, 还在信中叮嘱了很多注意事项。 莫大的懊悔喜向了他, 安南追向离开的车子, 阿旭只听见远远传来的一句加油。 大二那年的冬天, 阿旭收到一封和尚寄来的信, 里面是老和尚的遗言, 还有美作子死亡的真相。 烦恼了很久的安南为了阿旭说了谎, 自此成为背负重担的人。 毫无疑问,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爱阿旭的人。 而老和尚希望阿旭能对父亲说声谢谢。 当阿旭真正能对安南说出谢谢时, 应该也就真正长大成人了。 阿旭在写作上颇有天赋, 毕业后就和现在的公司签了约, 面试时他将自己和父亲的纠葛写了下来。 这篇文章兜兜转转, 终于被想念儿子忍不住来探望的安南看到了。 只是安南没有在公司见到儿子, 他失望而归。 阿旭得到消息, 追来了工作间。 被儿子带来餐馆的时候, 安南有些懵, 被事情耽搁了时间的尤美抱歉地打招呼。 他跟阿旭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, 阿旭一直想让父亲和尤美见上一面。 他告诉父亲, 自己想和尤美结婚。 尤美比他大七岁, 之前结过婚, 还有一个孩子。 阿南了解情况后有些难以接受, 这也是人之常情。 阿旭很爱有美, 却无法忽视父亲的意见, 双方只能约定下次有机会再谈。 阿南因为喝酒又昏倒在了工作间, 他的年龄毕竟大了, 身体一日不如一日, 牛脾气却未见减少。 和尚只能打电话叫阿旭回来管教这个父亲。 小镇上正在办祭典, 阿旭小时候错过了扛神教的机会, 一直都有些遗憾。 阿南倒是扛神教的一把好手。 回来的阿旭正好撞见正在买酒的父亲。 他这次回来, 一是担心父亲的身体, 二是想表达自己跟尤美结婚的决心, 他还是尽可能想争取到父亲的认可。 多惠子见到长大的阿旭很开心, 西河酒馆里父子俩都有些沉默, 尤美倒是跟多惠子聊了起来。 开明的多惠子很支持这对恋人, 尤其有福的人生景色很好, 尤美跟阿旭也算互补。 神教热热闹闹地从屋外经过, 独自坐在屋里的安南颇显落寞。 阿旭一直以为父亲不会介意尤美的经历, 如今看来自己还是有些天真。 见气氛不对, 尤美将一张照片拿给安南, 那是阿旭拍的他和儿子的合影。 那个小孩最近终于松口叫阿旭爸爸了, 安南却询问尤美, 打算如何处理孩子和亲缘家庭的关系。 尤美答不上来, 和尚却突然来到了酒馆, 开口就说安南对不起美佐子, 竟然让阿旭找个离婚的女人, 这样尤美感觉难堪至极。 阿旭联盟维护尤美, 告诉长辈们, 尤美已经怀了自己的孩子。 这话让安南一口酒喷了出来。 眼看和尚还在念叨, 安南一把拉过了他。 努力为生活打拼的尤美很好, 安南虽然有很多话想跟儿子说, 但是既然阿旭很爱尤美, 他当然也会接受这个新的家庭成员。 终于逼出了安南的真心话, 和尚大笑起来。 阿旭和尤美也恍然大悟, 安南却恼羞成怒, 觉得这群人在合起伙来算计起自己。 游街的神轿摇摇晃晃地走过, 安南已经不干这个活很多年了, 朋友们却你一言我一语地刺激他。 刚从酒馆里出来情绪失控的安南, 当即上了计较法的当。 阿旭和多惠子等人找了安南很久, 才见到正在扛轿的安南。 阿旭担心父亲的身体, 想让他下来。 倔强的安南却说, 这对自己轻轻松松, 他以前搬的货可都比这大的多。 可意外的发生就在一瞬间, 神轿突然大幅度倾斜, 重物落下的压迫感, 好像曾经的光景重现。 阿旭冲上去奋力地抬起轿子, 如同很多年前, 父亲抬起货箱把他救出来。 又像是最初他出生时, 父亲那双把他高抬起来的手。 安南觉得自己的人生到最后, 或许也只有阿旭与美佐子罢了。 他想带着美佐子的份一起活到一百岁。 后来他去世的时候, 孩子们为他挑选一项。 孩子们问阿旭, 爷爷这一辈子幸福吗? 幸福吗?或许吧。 阿南的一辈子都留在了那个滨海小城。 他的爱人, 他的过往, 他固守在这里如同永恒的坐标, 永远为自己的孩子指引方向。 细细碎碎的片段组成生活的横截面, 父爱总是隔山又如山。 电影里说, 阿旭的出生是冤生了婴。 他的房间里贴满的文学大奖的简报, 也正是雄鹰高飞的象征。 可阿南不是冤, 哪怕他的一生都好像困在了那个滨海小城, 却依旧靠自己的力量, 为阿旭撑起了一片天。 阿南与阿旭的和解是在祭典那一天, 我们总是在长辈的躯体开始变得累弱时, 才惊觉时间的流逝, 才能说出那些无法说出口的爱。 可光阴来去如见, 从不停留, 我们也该学着珍惜眼前人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 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, 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们。